今天我们继续纪念台儿庄大战70年 过去有一话这样说的 吴川不成军 讲的是四川兵作战勇猛能吃苦耐劳 但是在台儿庄大战之前 川军的名声却不是如此 当时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强弱情况 遥如指掌 在日本人的眼里 徐州战区中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排序依次为 中央军 魏军 西北军 东北军 最弱的就是这些 绞川草鞋将土枪大烟枪急于一身 被称作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的川军 当年川军奉李宗仁之命 在台儿庄以北的山东腾县布防的时候 可能连李宗仁都没有料到 台儿庄会战中最惨烈的一幕 将在日军精锐 击鼓师团与中国弱师川军之间爆发 就在庞炳勋和张志忠 在林仪与日军反原师团激战的同时 另外一支日军的精锐 击鼓师团 也在腾县与中国军队拉开了战略 1938年3月 从林仪飘至徐州的火药尾尚未消散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 在地图前又将目光移到金浦县上 一座古老的方寸小城 山东腾县 此刻日军分三路南北对攻徐州的计划 已被李宗仁化解 南线日军折翅淮河 北线东路的日军也深陷淋漪 只有沿金浦县南下的中路日军 一路向前 气势未解 人数 装备 情况 他可能不了解 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进攻 进攻的是什么部队 这个部队有多大力量 他不是这样 但是李宗仁他是从整个战略上的判断 日军肯定要从金浦县向南进攻 李宗仁的判断没有错 1938年3月初 日军第十师团接到了南下攻击腾县的指令 他妄图占领腾县后 与攻击宜州的第五师团 版原征四郎部 在一线会师合击徐州北大门 抬而装 第十师团是日本国防军 十七个最精锐的师团之一 师团长击鼓连届中将 为人交衡 此前击鼓率部由苍州沿金浦县南下 连克衍州 济宁 邹县 所向披靡 狂妄异常 其手下汉将 三十三旅团长少将赖古起 以赖古之队文名于中国战场 赖古之队共七千余人 以步兵第三十三旅团为机干 配有战车队 轻装甲车中队 机关枪大队 野战重炮兵连队 山炮小队 并配有骑兵 工兵 通信队 兵战汽车中队 卫生队 及野战医院 其作战能力 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一个军 李宗仁将军早知道徐州是守不住的 但在徐州戳住日军 争取时间才是第一要务 李宗仁不是那种没守成规的将领 即使在最不利的形势下 他依然能觅得机会 与敌意痛击 台日装战役里边 日军犯的错误 华北方面军 就是沿着从北边南下的日军 和这个南边的华中派遣军之间的战略协同不够 他们之间的协同严重的不足 就是说 第十三使团过淮河以后 失败了以后 他再就没有 再就没有在这个时候在北上 如果狂傲的赖骨之队孤军南下 李宗仁考虑 那他就有机会在藤县城下将其合为歼灭 当李宗仁将目光停留在藤县时 他像猎人一样 闻到了猎物的诱人香味 那么周围的他的国民党军队要组织全面的展开战斗 就很困难 今天的藤县已改称藤州市 人口有85万 号称全国的第一大县 其陷阱纵横各40多公里 方圆1400多平方公里 已是当年藤县的十倍 如今已很难找到当年老藤县的影子 能见证当年故事的 只有这座无颜的古塔和残缺的护城河了 一些市民曾听上辈人说起过 这里惨烈的战斗 市民所说的守城部队就是川军 川军当时在国人心目中形象很差 川军士兵被人称作双枪将 所谓双枪 一为土枪 二为大烟枪 当李宗人正为手中无兵可调 愁眉不展时 老搭档白崇喜 自武汉军委会打来了一个电话 白崇喜问 有支军队闯了祸 目前无人肯收 正惹得老蒋发怒 要遣回老家 第五战区是否需要 李宗人文言大喜 连说两句好得很 请赶快调来 这支军队就是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 第二十二集团军 由元川西北军阀邓西侯和孙震的川西北屯制军改编 这支军队 除装备少数土造枪 重机枪及射程不足两千米 放几炮就炸强了川造迫击炮外 主要为川造土枪 这些土枪长短不齐 口径不一 有单响的 三响的 还夹杂着不少前清时的老枪 初川抗战时 蒋介石曾答应为二十二集团军更换装备 等川军到了陕西 当局称 不知此事 到了山西前线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西山 根本没把这支穷酸的军队放在眼里 川军只好自己就地解决装备不济 川军出川以后呢 因为他什么装备都没有 他那个枪也不行 那么老式的那个枪 土造枪 这个军纪也不够好 然后战斗力训练也都不够好 出来以后就像个 没有娘的孩子 没人管他 在山西前线 手持土枪的川军士兵 第一次尝到为日军飞机 与步兵战车上下攻击的滋味 四十一天便伤亡过半 败退中 川军军纪大乱 不但抢吃抢川 还在山西土皇帝 阎老西头上动土 抢了进军的军火库 据李松人回忆 当年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西山大为震怒 认为川军抗日不足 找民有余 乃殿情统帅部 将川军调离第二战区 江杰石也 既然第二战区不肯要 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 问城长官要不要 谁知城浅在电话里一口回绝 说 严老西都不要 你们要送给我 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江杰石文豹怒言 把他们调回去 让他们回到四川 去称王称帝了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李松人却收下了 李松人当时对白崇喜说 诸葛亮扎草人做移兵 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 请赶快调来 海儿庄这个战役 取得胜利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讲李松人他用人 用的是杂牌军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爱好这些杂牌军 在第五战区 李松人报请武汉军委会 为川军补充了五百支新枪 由徐州北上滕县驻房那天 李松人带武战区的机关参谋 设简单酒言 亲为川军官兵送行 邓西侯和孙震对李松人说 一二两战区都不要我们 天下之大 无处容身 李战官肯要我们到武战区来 真是恩高德厚 长官有什么吩咐 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李松人这个人带人很热情 很平和这个人 所有的人跟他谈话的人 他有一种旗帜 就能够感染人这个人 就非常的平和 因为他是个长官 用平和的态度对待不下 军队感到很感动 川军官兵一来到唐县 就感受到了山东百姓的热情 当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在报道中曾这样写道 据川军一二五师统计 仅一个月 送到师部的猪百多头 粉条千多斤 大白菜一万多斤 不管部队收与不收 送到就走 你人本人真是帅才 他这个相信 只要你是中国人 哪管你正向这个故事上 是说讲的 难管你这个川军 他是指儿 我把他利用起来 用到这个场合上 他也能够变成一个勇士 这个信念他是非常强的 1938年3月14日 日军第十师团 以赖古支队七千余人 在二十余门大炮 数十辆战车 及三十多架飞机掩护下 向腾县发起攻击 当时孙震将二十二集团军 主力部署在滕县以北 以阻挡日军 令41军1220中将师长 王明璋 为41军前方总指挥 坐镇滕县城 指挥前线作战 此时 川军的装备 在第五战区 虽得到改善 但仍以川土造老旧武器为主 一场日军强敌 与中国弱势之间的血战 就此拉开战目 民国以来 四川军阀伶俐 打内战 川军很在行 抵御外辱 这却是头一次 川军虽然装备很差 但是他们却有一股韧劲 1938年3月 日军主帅击鼓连届 想一股作气拿下腾县 就如他攻占衍周周线一样 几乎是扛着枪走过来的 但是这次 他却想错了 当他举起 赖骨支队这把铁锤 向腾县砸去时 却砸在了一颗 虽然嗅机斑斑 却凝折不弯的钉子上 其实 在李宗仁的棋局中 唐县之战 还有一枚上尉走出的重体 李宗仁知道 要赢得这一战 仅靠川军的力量不够 他寄予厚望的 是那枚上尉走出的棋子 这枚棋子 就是近代商丘的中央军 二十军团汤恩伯部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 得意门生和爱将之一 其属下中央军 二十军团为将之嫡系 装备精良 其装满员 绝非李宗仁手下 十万杂牌之众可比 在当年的南口之战中 汤恩伯曾率部重创日军 被日军视为中国军队中 为数不多的可谓力量之一 李宗仁的意图是 由川军坚守城县 以汤部在外围迂回 将日军歼灭在城县以北 五十军战斗力非常强 他这个如果是你要全力出来 出来维艰的话 那个时候达成一个腾县的 一个小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三月十四日 日军攻击腾县同时 李宗仁致电蒋介石 请求调汤恩伯一步 增援腾县 经蒋介石首肯后 李宗仁便告汤恩伯 以电程尾坐 调贵军团八十五军 驻商丘之一整师 由火车输送至腾县附近 做第二十二集团军之总预备队 但汤恩伯向蒋去电 肯明定本军归辖系统 以名职责 又复电李宗仁 肯将本军团 全部掉金浦县北段出击 避免分割零碎使用 李宗仁明白 以汤之交衡 即作为蒋之嫡系的身份 除了蒋介石 根本没把李宗仁 作为地方军统帅 放在眼里 三月十五日 在腾县外围阵地 当川军与日军激战震撼 伤亡俱增时 李宗仁曾电告孙震 应竭力死守 汤补正在池原途中 孙震将此情告知城内 指挥前方作战的王明璋 王明璋文之大为振奋 满怀希望 不守待援 当时就是 台湾伯的部队 已经过来了 离滕县很近了 所以李宗仁就考虑 用这个部队 就是王明璋的部队 把滕县守住 守着最好是在这 当然是最好 在这滕县以北了 城要防守的时间 就很短 16日 滕县外围阵地相继失守 守城川军指挥 王明璋被困于滕县城中 情势危急时 李宗仁仍对汤充满期待 下达将日军 消灭于滕县以北的 作战计划 第22集团军 应在县地 极力拒止敌人 其85军 迂回城攻后 可为攻势 已受前后夹击知晓 其实 在蒋介石直接电令后 汤部第52军 和85军一部 已经禁至滕县 几十几公里的南沙河 及关桥一带 单位保存实力 利弊临城决战 汤部止步不前 卫向正在滕县城内 孤军奋战的川军 发一兵一卒 当时有个态势 如果说 川军外围阵地 将守城川军指挥 王明刚 围困于滕县城中时 城内只有1220 及1240两个尸部 及364里履部 加上警察和保安团 总兵力不足三千人 3月17日 日军赖骨支队 以山炮 野炮 向县城猛轰 并在十数架飞机支援下 攻击县城 中午 王明刚尚在期盼 汤恩伯的援军 边与日军血战 边向军部发去电报 黎明 敌极以大炮 向城猛轰 东南角城墙 被冲破树处 王林团长扶伤 县政都师死力堵塞中 守城川军指挥 王明刚 自知中 1893年7月4日 生于四川新都太兴场 幼年双亲早逝 兄妹三人相依为命 年幼时的苦难和贫寒 使他一生都保持了 简朴的个性 读得读得这个 各样的生活 我刚刚同学吃过一次 午饭 中午就是洗碗一碗 早年 王明璋曾随革命军 参加反清战斗 后入四川军下 毕业后 投川军第二时 后投四川军阀田宋劳部下 清末民初 袁世凯倒退称帝时 王明璋曾随第二时 护国桃源 作战复伤 工生连长 王明璋在清末的时候 他属于清朝的新军 新军接触一些进步思想 那么到1911年 四川保禄风潮起来的时候 还参加过保禄风潮 受到老同胞会的影响 也有些进步思想 此后 王明璋追随田宋劳 帅步参与川内军阀混战 直到抗战爆发 日本人打碎了千万中国家庭的坦坦冠冠 也打碎了川军在内乱中 想称王川中的安逸梦 中国人呢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先有果 你他有家 所以当外敌入侵的时候 忌讳内部派系 争吵的再厉害 他们也会 一致对外 所以爱谷的思想 在川军各个派系里面 是也都有大大深厚的基础 王明璋就是在这一赶昭下 于1937年9月12月 率计十年来 从未踏出过四川半部的川军子弟 出川抗战 一旦把他派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就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的力量 弥补他们装备的不足 腾线之战情 王明刚民威寿命 他曾对部下说 以川军薄弱的兵力 和破败的武装 担当金谷线上 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 力量不够 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身为军人 牺牲原为天职 现在只有牺牲一切 已完成任务 随不胜一兵一族 亦无怨言 不如此 则无以对国家 更不足以输二十年 川军内战的罪迁了 出川抗战时 川军每人两件单一 一双草鞋 步行一千五百公里 沿川陕公路开赴抗日前线 他们心里还记得 出川抗日实施大会上 他们自己的誓言 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 收复师弟 做到圣则生 败必死 不成功变成人 一九三八年 得转化 像书一样 两千一一 不成功变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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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17日,王明璋又向军部发去了第二封电报,敌以炮兵猛轰我城内及东南城墙,东门附近又被毁树断,敌步兵登城,经我反击,避敌无数,已将其击退,若有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1938年3月17日,下午2点30分,日军已数次突入腾县城内,时,王明璋向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独立三方面,本日无有军相生,想西被敌阻止,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陈至武,不断猛攻,城墙缺口述处,敌步兵屡登城屡被击退,执意伪作成人之训,开封面于家卫之词,决以死,以报国家,以报知欲,锦城,王明璋扣。 这是一封绝命殿,这道电文后来被四十一军官兵作为抗战中的宋词,已知数十年后,一些四十一军的抗战老兵还能熟记。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王明璋对望远渔川的友军已彻底绝望,电报发出后,王明璋即令部下将电台砸毁,率残留的守城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当时,日军从东关、南城墙、西门三个方向冲入城内,王明璋到县城中心十字接口,指挥所部继续与日军血战。 文之西门城楼已被日军占领,王明璋决定到西关车站,组织残步继续防守。 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时,突遭西门城楼日军密集射击,王明璋不幸腹部重担,猎切倒地。 当时,曾有部下灌之以白药,但王明璋血流如注,已不能下咽。 这位川军将领终于实践了初川抗日时,向蜀东父老许下的诺念。 王明璋许难后,唐县城内三百多名纵伤川军,为不落入敌手,互以手榴弹自炸,全部殉国。 使城内零星官兵仍在顽强与日军战斗。 直至次日午前,枪声才彻底停止,最后只有二三百人突出重围。 城县血战,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军将领孙震,向国民政府军委会上报的一份战报中这样写道。 在腾县血战中,我集团以绝对劣势之装备,抵抗高度机械化敌兵,于极不利于防御之地形上阻敌锐进,达三昼夜之久。 弹尽圆绝,既以白刃,更继之以拳,负继之以齿,中继之以血,以头颅,以达成巩固金谱北断。 保障徐海,争取余裕时间,使友军得以从容布置之任务,随牺牲殆尽,亦不稍古。 则中国军队战斗意志之坚强,奉行命令之彻底,官兵之誓死如归,可谓抄金鱼骨,含有其辟。 而死士之列,报国之中,随与日月争光可也。 当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拉,在徐州听到腾县战斗的细节后,流下了泪水。 他在文章中写道,太伟大了,这些黄皮肤的中国兵实在了不起,今天我得真正懂得,要征服这样一个倔强的民族是不可能的。 战后,李宗仁说,若无藤县之苦手,焉有台儿庄之大劫,台儿庄之战骨是藤县先烈所造成的。 腾县之战 从3月14日浮响,到18日午,枪声彻底平息。 鸡骨师团与川军第41军和45军,在腾县城下却战了4天。 守军第41军守成部队,自第1220师长王明璋以下,伤亡5000余人。 在腾县附近戒河、龙山、南北沙河一带作战的第45军,自第1270师长陈黎以下,也伤亡4-5000人。 腾县整个阵地化为灰烬,日军伤亡也十分惨重,死伤达2000余人。 那么通过这个腾县保卫战,虽然是个时间不长,但赢得了一些军事部署的时间, 还有这个淋漪作战,就是阻止了这个版本支队的这个南下和那个赖骨的这个会合。 李宗仁这个在腾县的方式,他也是一个思想,就是纵身防御,层层抵抗。 在这边,腾县如果说守得住,当然更好了,守不住的话,那么进入台日庄, 在台日庄这个时候,虽然中的部队正在台日庄布防。 李宗仁用第二集团军守台而装,正是因为其擅打防御战。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军长,属于原西北军冯冯玉祥救部, 以擅打防守战而著称。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南田之战,西安守城之战,都是他的杰作。 抗战爆发后,孙连仲在太原会战中,恶守娘子官正面阵地, 任凭日军飞机大炮防风滥炸,竟不能越雷尺半步。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亲赴徐州, 听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汇报。 李将军指的军事地图说, 日军第二军击鼓师团赖鼓支队, 在攻占了滕县及临城后,骄狂无比, 继续沿金浦路南进, 不等南路和东路日军呼应, 便孤军直铺台而装, 想夺攻占徐州的守宫。 蒋介石问他如何应对, 李宗仁认为, 敌人孤军深入,对我方是绝佳战机, 我们可以让开金浦县正面, 请军入望。 如果将淮河之战比作是整个台而装会战的前奏, 那么滕县血战和淋漪之战, 共同拉开了台而装大战的序幕。 当日军击鼓师团以血的代价战理滕县, 继续挥师南下, 向台而装冒进的时候, 李宗仁已经利用川军以血肉之躯换来了四天的宝贵时间, 在台而装布下了最后一粒的重启, 他张开口袋只等日军入望。 明天, 请您继续收看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